深圳队过年之前就锁定了季后赛资格,北京时间1月27日消息 CBA常规赛渐渐进入收官阶段,各队分别还剩下10到12场比 赛,随着昨晚上海队在客场赋予新疆队,今年的联赛也诞生了第三支 获得季后赛资格的球队,深圳,深圳队目前27胜8负排名地 三,上海队17胜19负排名第12,浙江队16胜19负排名第10 三,深圳队和浙江队还剩下11场比赛,上海队还剩10场比赛,但 是上海队和浙江队之间还有一场比赛没打,两队剩下的比赛已经不可 能取得全胜,因此深圳队实际上已经提前锁定了季后赛资格,目 前与深圳队战绩相同的广煞队,由于他们分别与上海,浙江各有异常 比赛还没打,因此还没有锁定季后赛资格,根据赛制,本赛继常 归赛前12名进入季后赛,其中前4名直接进入8强,5到12名的 八支球队将先进行一轮12进8的比赛,此前广东队和辽宁队也已经 提前获得了季后赛资格,勿忘出了